天大地大 选民最大 欢迎各位回到 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蔡英文民进党 现在把她塑造成赛夏雷女 因为最近那个什么 赛德克巴莱 原著名的电影很夯 是要变成台湾第一女 因为这有一个故事 赛夏族的传说 那么他们要用这个传说打造 她成为赛夏雷女 台湾第一女 不过蔡英文 好像最近要到日本去了 今天出发了 那南京有一个观察 我说蔡英文有一件事情 是完全不用做民调 是百分之百重的 就是她每次有大事 就有天灾人祸 她宣布要参选 日本三一大地震 然后民进党 她赢了胜出之后 就是跟苏贞昌 那天阿里山发生重大的 也是重大的车祸 然后今天她要出去 我们又碰到很大的 北部东北部水灾 然后巴拿马的 巴拿马级的货轮就漏油 然后她在机场 还跳电五分钟 百分之百就不用做民调 就一定出事 她自己有事 蔡英文有大事 我们也必然会出事 这太怪了 这有没有点穿着附会 没有 我讲是事实 什么穿着附会 虽然我也认为 那个是无稽之谈 但是你要知道当事人 当事人是信的 好不好 我跟讲今天 汪汪中处有个民调 刚刚还没公布 其实是有问 说宋楚瑜 大家认为宋楚瑜 目前最该做的是什么 就刚刚这个庄组委员提到 认为她应该坚持竞选总统 有31.4% 应该回家抱孙子 寒衣弄孙子有16.4% 应该赔陈万水有23% 所以认为她应该选了31.4% 应该回家不管是陪太太 抱孙子有39.4%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各位大概各做一个结论吧 来 汪汁传许开始 一直跑小蓝的 我是觉得选举的越到越后期 蓝的会不会挤压的 小的那个会不会挤压的越严重 她的得票 我认为会比市长选要更惨 我认为宋楚瑜势必参选 因为她对民意的观察非常敏锐 她可能提察到这个势必参选 那个宋楚瑜要上当 那个励励一直要你上 一直要你选 其实害她 不是在帮她 我认为马云九真的是害